接下来插入窗 编写两条轴线 为了方便编辑,将墙体的块打散 然后将一些不需要的线删除掉 用格式刷,刷两条位置的线使它以墙体的属性一样 现在来绘制窗 还是使用直线命令 偏移六十,并将此窗定义为块 在卫窗加上文字 双击进行修改 接着加入相同型号的窗 其中使用 偏移,复制,剪切工具 即可将此窗位置好 复制及旋转工具 可将同一型号的垂直方向的窗进行绘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